大家好 歡迎來到卓右講 講卓右的時間 大家好 我是Happy 我是Andy 我是Collector William 我是Dipbar eShir很久沒來講卓遊 你可以見我們今天人才細仔齊緻 台上高也有精選的遊戲 今天的題目是甚麼呢 Happy今天的題目是甚麼 今天就叫做買Game的犯司 很認真的 試完了這題目 大家有機會發現最近搬了Studio 因為已經搬了很久 都拍了一個Studio片 我就把自己的心頭號所有的收藏都放進來,九成九 其實就發覺真的很多,好像怎樣玩都玩不完 也很多時候聽William的分享,聽我都說我們是草遊戲,買一個系列,買一個廠 其實這件事是否真的很健康呢?是否值得我們經常說 或者大家中間有什麼反思想清楚的地方呢? 我們希望透過這段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段影片其實就很認真地分了兩個環節 我們上半部分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自己個人的經驗 即是我們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的地方,是前半部分 這半部分就鼓勵大家和你的朋友一起看 後半部分就是我們會跟大家說一些很認真的勸勢的事情 即是會建議大家不要重討覆益我們一定做的事情 或者建議大家應該要怎樣去想,怎樣怎樣做 那這半部分若果你不想你的伴侶經常跟你提起 那你可以不要一起看 那我們就上下半部分 不如我們就好像請Andy來講 先講一下吧,你的病情應該是最輕鬆的 病情應該是最輕鬆的 對,因為看到人版 所有兩個 夾著 看著去學,自己碰少點版 但也有碰版的時候 其實當時自己剛剛去接觸遊戲的時候 很大程度上一來就會跟BGG的排名網 跟著去排名,去買遊戲 我當時買遊戲的時候 第一位就是Try the Struggle 自己也買了一盒 還要是戰棋會辦 那盒應該是懸風不動 然後繼續在家裡,到現在都是懸風不動 因為其實跟BGG的排名去買 那時候覺得是一個最有公信力的一個排名 跟著去買一定沒有死 誰知道 其實這個就是不認識自己 喜歡什麼遊戲的時候出事的感覺 這個就是跟BGG 即是你說跟這些官方排名去買遊戲 第二樣東西就是 現在都很多 就像亞馬遜那些 現在都是買二送一 或者各大網站 有些厲害的銷售 一折 很多時候就是衝動性的消費 買自己沒什麼需要 那時候我最大的錯誤 現在都是 就是用那個買二送一 買兩盒賞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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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賞 的VTEL 時光版 這個一直是一個 不是AIN 不是AIN 那也比AIN 節省一點位置 對 這個就是最大的錯誤 對 William William 你有什麼錯誤 我講一下我最大的錯誤 就是 當年入世未深 有沒有這個一盒賞 有沒有這個人分析 究竟Kickstarter的厲害 我當年都是因為Kickstarter的大大 又要說回來 Zombie Sire Zombie Sire 其實是一個很成功的Kickstarter 因為它當年是首創Kickstarter exclusive 真的沒得買 由此之後 我真的覺得Kickstarter 沒有了就沒有了 由此開始 凡是Cmon出的Zombie Sire 我那時候也有醉 二、三 然後他推出的Roman Bones 中世紀 他人都醉了 但是 其實二、三 應該是一、二、三 其實都是原封不動 我的創造 沒有玩過 沒有玩過 其中一個 當時是幾後悔 純粹因為心毛 覺得沒有了就沒有了 所以不回應 也沒有想過自己會 因為這樣說 那時候有想像過跟人玩 當然是停留在想像 這麼多年都沒有再開過 好 那Habby呢 我呢 如果大家有看Sill Tour 都會看到我有一排 有一堆書 純粹書 就是荷蘭出版商 Queen Game 的一個系列 它做得很漂亮 封面性 我有一個純粹 一個段落的純粹 我有存齊 這麼簡單 但是問題就是 我都經常看著那堆遊戲 我自己心裡 即是我們預料這麼多遊戲 我都心裡知道 其實那些遊戲有很多 都不太行 有些是OK 有些是很好 但是大部分都不太行 而且一半以上我都沒有開封 真的放在那裡 在架上 就像當作一本書 有個號碼 我經常都在問自己 其實買回來 又說有些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們今次要探討 就是其實買遊戲 除了玩之外 其實真的有什麼意義 買在那裡放在那裡 這個我們要補充 就是很感謝Happy 做這個系列 對 一想到當年 我覺得他剛剛幫他做這個系列 我又跟他一起做 那年好像是喊心 就是不知道 誰運了幾盒回來 然後Happy就開始做這個系列 幸好後來我發現 我是比不過Happy 我覺得他做得多些 我就完全放棄了 放棄了這個 我呢 我也經歷了 譬如他們剛才說的錯 我全部都做過了 不過近年 近年好一點 因為我早幾年已經面對空間不足夠的問題 所以其實那時候已經大規模去減少賣新遊戲 還有賣了一些遊戲 甚至乎扔掉一些遊戲 即是一些舊的遊戲 扔掉或者送給朋友 所以你看到 譬如前幾年我也有52隻遊戲 一年買52隻遊戲的挑戰 那些東西 經歷了這些位置 連買52隻其實 就是一個星期一隻 一個星期一隻遊戲 但是都會 譬如今時今日 都仍然會有一些 叫做 為禍 都留在這裏 大家都講了 大家的經歷 是時候就講一下 有些什麼可以去講解 要想真一點 其實我們到底買這些遊戲 是為了什麼 好像我們又說 我們頻道有人 就覺得我們經常都好像 叫人all in 叫人all in all in 就是我們的宗旨 要趁這個機會澄清一下 並不是的 當然 其實某一些 不是香港的主持 經常都說 我們慫恿的人 但你搞清楚 從頭到尾 我們沒有叫人all in 我們只是說 我們選擇了 去all in 不過 回來 剛才Habby提到 all in的意義 那個意義在哪裏 我想有幾樣東西去看 Habby 你呢 你自己會覺得 為什麼要去買 要買一些自己可能都玩不到的遊戲 或者為什麼要買齊一些遊戲 我覺得有很多原因 但是很多原因 再上一層 我覺得那個反思維就是 你要知道自己是什麼原因 你要知道自己是什麼原因 不是為了買而買 而不是為了別人買了 這一套買不回來的這些原因 而買 你是要知道自己是有什麼 買這些東西回來的目的是什麼 你才不是隨波逐流去做這件事 即是拍攝到你自己的 purpose 例如有什麼樣子 好像我自己為例 有時候那些遊戲真的為了 它的一些藝術 或者是藝術 我覺得它做得很漂亮 例如 你剛才說的Cmon 我講了Cmon 例子 是一隻 SMOG Scribe of Smoke 因為我很喜歡Steam Punk的電影 它的圖片都很漂亮 它的畫風各樣都做到那個感覺 我自己真的覺得 我買回來看它的卡的畫風 或者看它的圖片 有些圖片 我自己覺得 已經是買回來的原因 或者它的意義所在 HAPPY說的那個 我覺得都一樣 而我自己近年 其實你有看 譬如我們頻道 或者廣東西 我經常都分享 就是我近年 就會喜歡去選擇一些 有特別的 即是無論是特別的機制 或者一些很特別的遊戲 去放入我的系列 即是我現在都很少會說 譬如因為設計師 或者這間廠 純粹因為這件事而去買意 開始就會去找這些東西 而且就會花多些時間 譬如怎樣去賞識 或者去包一下遊戲 找一些收納 去提升一些東西 即是去買之前 要找一個理由 即是我經常說 買一隻遊戲要有一個理由 而那個理由 不能說 純粹就是因為 某個設計師出 那我就要買 你要是 那個理由要是 適合你自己 你自己 如何去決定 這件事 而第二個 我近年會去看多些 因為太多 Kickstart 如果純粹說 那件遊戲好玩 就去買 那未必完全是一個考慮因素 可能怎樣去決定 其中一個我會看的就是 那個設計 那個作者的用心 譬如早幾天 即是早排 有一個勤述就是 這個 Small City 我自己是很喜歡那個作者的作品 而她是一間獨立的公司 她沒有什麼背景之助 而她的作品也不是很大路 那她的遊戲 可能有時候 不是真的十分好玩 譬如她之前那個 Kinnick 對 Kinnick的醫院系列 我自己其實 不是真的覺得很喜歡 但是因為我想支持她 那我也會去買她的遊戲 去支持她 或者你看到現在桌面這副 Towns Book 我也覺得她這個製作團隊 很有心機去做 我便會去做多些事情 去支持她的 campaign 可能會選擇我演 即使她的 expansion 我玩不完 譬如剛才說的Kinnick 她有什麼 expansion 2 3 4 5 還要有 campaign 但那隻 Europe Game 其實是很難玩的 我未必玩得完 但我都會因為這個原因 去支持她 這個我也同意 好像有一隻我有 all in 好像 Too Many Bones 那樣 其實平時的遊戲 如果推出一些藝術書 或者那些小書 我通常都不會選 我都會選擇 但 Too Many Bones 就是因為她的初一兩代 那本書 經常隱藏一些 你會選擇 然後你可以選擇 例如有另一句 好像銀玩銀鎖 會寄回公開卡 或者寄回一些特別的東西 這也是製作團隊 非常用心 很用心去製作一些東西 而且那本書 其實出現 好像一個藝術品 做一些舊化等等的東西 做得非常好 所以這些我都不會介意 去做一個 all in 去收藏 沒錯 William William 你是 all in 的理由 是 all in 沒理由 sorry 我問錯了 我問錯了對象 我問錯了對象 我的 all in 就是剛才所說 其實我今天有一個新的 all in 就是覺得失敗了 你不知道有沒有 尤其是 kickstarter 我反而沒有這麼急去 all in 即是貿易我都會覺得 試一隻遊戲 如果真的好玩 有機會再加延期才去 all in 但 kickstarter 就真的很難抗拒這個魔力 還有另一個 我也必須承認 我一個喜歡 all in的人 即是我喜歡完整 人是一個追求 我應該找William 找錯了 人是一個追求完整的傾向 所以令到我的東西覺得 美中不足 好像差一些東西 即是像set collection 你總是希望那些東西 齊齊整整 明白的 好 我們給了這麼多理由 除了愛理由 解釋那些 all in 的行為 其實我想我們都應該要調整一下 進入我們下半部 剛才分享過很多撞板的經驗 我們都想清楚有什麼理由 大家都應該要 買遊戲之前要想得很清楚 不然跟著Cache說好玩而買 除此之外 我們趁這個機會 亦都要做一些 叫做勸勢的影片 想跟大家講一些 我們撞板的經驗 以及一些建議 不如我先講 先講我前面這個 我覺得 如果你是初初接觸 你會看到很多Bot Game 都會有所謂的延長 或者用電腦的DLC 其實我這個就是 那時候 Magicaro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遊戲 有兩個延長 是一次過買完 但最後發覺 其實Base Game 都不是太適合我 那些失敗的成分 我都不太喜歡玩 我都不喜歡拿出來玩 我身邊的遊戲 也都一般 其實延長 沒有什麼機會 會開到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你買遊戲 就不要 一來就買齊 它一號 連同延長 你真的試了Base Game 或者真的買了Base Game 先玩了 覺得OK 有機會會開到延長 欠一些延長 是好東西 那你才好買 不要因為這樣 而胡亂進入延長 就算你有了Base Game 之後出的延長 你都不一定要去追 沒錯 因為我們說真的 一隻延長 帶給你的滿足感 會有多少 會不會一隻新好玩的遊戲 帶給你的滿足感更加高 這也是我覺得 值得很細心去思考的位置 因為其實Mash Up 我當時的Base Game 或者是投的那兩個延長 我自己是喜歡的 但是 後來它出到 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個延長 其實就 就像剛才Andy這樣說 你沒有了那個衝動 但是你 坐下又大合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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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多一個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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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除了 Expansion Boss之外 其實也不是近年的 一直以來都有 就是一些叫做Promo的東西 這件事也是萬惡的根源 因為它就小小盒 或者幾張卡 但是很貴 甚至乎要炒價去進去 這些也是真的要 不是三思 而是六思而後行 你想清楚 再想清楚 再想清楚 你才可以去做這件事 因為其實很多的Promo 裡面的Gameplay元素 只是說有 但是因為它的目的 不是為了給你多玩些東西 它的目的是給你多些錢 去資助那些設計師 或者是一些Channel 因為很多時候 店舖都是一些Channel 買出來 而這件事 其實如果你用炒價去買 那就完全違背原意 即你的錢 就不是給那個Channel 或者不是給那個設計師 你到最後的錢 就給一些炒價 其實整件事很無謂 又沒有Gameplay 這個要留意 沒錯 延伸Promo 沒錯 第二個 我又講一下這個 這個已經是Andy 也有提及過 不知道哪些網站 特價 這個也是我其中一款 特價買的遊戲 我很記得它 因為它真的很便宜 我那時候也掙扎了一段時間 買不買 看到BG都不差 Family Game 好像排名又不是很低 但到現在這位置 我應該買了幾年 都還未刷 開封 那樣東西就是 你不要因為價錢 而去買一款遊戲 我自己覺得 反而反過來 就是如果一款遊戲 你很喜歡的話 也不會因為它太貴 而卻步 對 我先講到這邊 這個經驗就是 真的便宜的遊戲 不一定是划算 買回來 為什麼呢 不過遊戲這東西 不是一個 買回來是有其他價錢的 即是你要收藏它 你要佔你的位置 你需要有些保養 或者你需要花時間 去看標誌 找你的朋友一起玩 都是放在這裏的一個價錢 再說甚至 你買回來的運費 可能不是香港買回來 可能是外國買回來 其實運費都一定有 這些東西加起來 其實不要以為你收到一個信息 反而是 蔡翁得馬 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也未定 所以這件事 大家都要想清楚 這個時候 都很深刻印象 那時候 就是有些Whatsapp group 網站大特價的時候 大家就涌上去 這隻遊戲很划算 那時候多少錢 現在多少錢 大家去買 那時候下面就超多人 在一隻遊戲裡面 通常都是出事 即是這些遊戲買回來 就不開 又不適合自己玩 只是因為價錢 那時候 我記得有人發了一張圖 就是 如果你買的原因 是因為價錢 不要買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非常適合的 應用在波機裡面 因為這隻遊戲出了一段時間 在上售單位的時候 為何你還不買 你不會留意它 特價的時候 為何你特意留意它 如果純粹因為價錢而買回來 那是不是真的適合自己 這個我覺得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九成九 都是不對的 或是極向來想 可以特價也行 那些可能都是復復的 但當然 如果你說看這隻遊戲 很久很想買 覺得它真的很貴 現在又便宜了 這些就OK 但好像我這些 真的便宜了 第一次見面 好像可以 那買了 這些真的不好 除了價錢之外 我想另一件事 也會有個幻想 就是人們會追求一些 所謂的絕版遊戲 絕版遊戲 又是很小心去處理 很多時候看到 絕版很稀有 看到有得買 不是便宜的 有得買 那就一窩蜂去買 然後買回來 為何一個遊戲 絕版就是這樣 其實我自己會這樣看 有時候會找一些日本遊戲 日本遊戲經常是絕版 因為他們通常一刷都很少 我和Ian覺得 都會覺得 一些好玩的日本遊戲 其實很多時候會怎樣 會復復 會有一個高質素的復復 又或者甚至是被一些歐美廠商買 去做一個復復 其實真的好玩的遊戲 其實你可以真的等一等 他很大機會會再版 尤其是近年很流行 不要說一些絕版 有些很一線的遊戲 都會有第二版 所以真的要小心一點去抉擇 我記得Dice Tower Dice Tower Channel Tom Russell說的一個 真理 就是一些絕版的好遊戲 是一定會再版 如果不是的話 他就不是好遊戲 沒錯 不過這個當然有點復復 但我自己覺得 都是對的 如果這遊戲 其實近幾年都看到 甚至乎 老實說 你看我們近幾年的Top 10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第二版本 或者重刷 那個原因就是 因為他真的值得 有這個地位 歷史的成分 然後大家真的覺得 這個遊戲 是應該要重刷 也是有市場在 才會做這件事 所以大家其實 若果看到某些遊戲 他很久沒有印刷 而真的覺得 需要去高追 我覺得真的可以 暫時一下 或者等一下 這個就是 跟這個 剛剛好相反 價錢方面 相反是很貴的 剛才你說到日本遊戲 我認為 第三 我一邊數下去 這個也是一個 日本遊戲相關的 一個勸勢的建議 就是不要看樣子 這個就是 那次看 好像阿金 很有趣 這隻公仔 就去買了這個Kickstar 但是發覺 整件事就是 其實這遊戲是不適合自己玩的 亦都玩不到 我覺得就是 當然剛才有一個 我可能很喜歡 是為了收藏 你又很明顯目標OK 但如果你是覺得 這遊戲級 任何應該會很好玩的 這些就 真的要看清楚 以及做多些功課 我想日本遊戲也有這個弊病 沒錯 其實當年 我為何會開始做 翻內丁呢 如果你看到早期的集數 也有說 就是以前買日本遊戲 真的撞太多太多版 因為他們的圖文 漂亮 是很常見的 甚或是 反過來說 有時候的圖文 不漂亮的遊戲 才是好玩的 變成真的要去試過 才會知道 那個Gameplay是怎樣的 所以買Game 如果純粹看美工 或者近年 看Figure 或者看 哪個設計師 都未必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不要因為外表 那層皮 就去選擇遊戲 Habby說話 我近年 有一個 都挺常見的 發生在我身上的現象 而我也擔心 大家會出現 特意拿一隻Game 這些是甚麼Game 其實我自己 有一些遊戲 買回來 當年是為了推坑 就會看到 譬如這遊戲 那些Component 有趣 我記得當年 那些Tiles 和公仔 挺有趣 由Game Rules 又簡單 我打算買回來 推坑用 但是 其實 近一兩年 我會覺得 推坑遊戲 有一個很矛盾的位置 就是 如果你想拿那盒Game 來推坑的話 那你的朋友 真的會入坑的 通常你推一隻 兩隻 他就會入坑 即是說 那兩副Game 其實是功成身退 但是如果朋友 玩一隻、兩隻、三隻、四隻 五、六隻、六隻 他都覺得 好像很深 這樣就可以了 推都不入 那些人 其實你多買十隻、二十隻 他都是不入坑的 而最大件事就是 這些推坑遊戲 你自己就一定不會開 因為它通常很簡單 或者是 機制很簡單 或者是 重玩性未必真的足夠 的遊戲 這件事 對於我們來說 已經是一個問題 如果在座各位 例如有時候看我們 推坑神器 我們前前後後 拍了三十隻 你買了三十隻 在家裡 當然 我們已經精挑細算 重玩性已經比較高 但是你不會想 你整個季都是推坑遊戲的 你做得推坑這個行為 你當然想他們陪你玩 一些你想玩的遊戲 那 就要去想 究竟你放多少 這些遊戲 在家裡 這個要小心 我近年已經極少買了 這類型的遊戲 除非它很特別的存在 我才會留 好 我覺得這個時候 都需要擺放一些大道理 還有一個項目 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 其實玩這些 我真的很認真 不要偷笑 我覺得玩這些遊戲 其實 這個興趣 整個遊戲 我們跳出一步 其實我們都是為了 跟別人的交流 有些面對面的遊戲 很開心 或者用腦 一些競技的成分 那我覺得其實那個核心 這個興趣核心 其實都是一個人際關係的連結 那如果你因為 例如我買遊戲 有很多的磨擦 或者有些意見不合 可能跟你家人也好 你伴侶也好 我覺得反而可能會有些本末倒置 所以我覺得 這個建議就是 大家要想清楚你那個能力 即那個能力 不是單止金錢 例如空間 例如你的遊戲群 或者你家裡的關係 你都是要去管理得好 才是一個健康的職業 那也要想清楚 其實你入遊戲 買遊戲回來 你的目標都是為了 要跟朋友玩 或者跟家人玩 是有個開心的連結 但如果這件事 本末倒置了 反而會連累到 或者會產生一些問題 我覺得這個位置 都真的要想得清楚 這個都同意 即是很少說 你的遊戲群是甚麼人 即是有時候 你自己想玩的遊戲 你的朋友 是不是真的 適合玩這個遊戲 即是 很重的遊戲 是 你是不是真的要強推 給你平時不太玩 開企的朋友 去做這件事 其實有時候更容易的 就是 你來找一班 即是喜歡玩這類型的遊戲的人 這個是更快 更加直接 而且也不會強你朋友於所難 因為其實我覺得 這些東西是沒得逼的 即是玩遊戲 有興趣 後味 真的逼不來 強人於所難 不如就是找回 尋求 又同樣 嗜好的人 一起去玩 大家都會更加開心 是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沒錯 這個就是跳到 我覺得我最後一個項目 即是 我建議最後一個項目 就是 其實我自己觀察得到 在香港 尤其可能近兩三年 疫情多 那個社會 其實大家是 可以再度多些 或者主動些 去達成剛才Andy所說 其實我們玩遊戲 剛才說的目標 都是跟別人有連結 可能你加入一些 的遊戲店 也好 或者是 可能是一些試遊戲的地方 或者一起去玩 我覺得去尋求一些 或者去建立一些社會 在這個 hobby 一個都是很挑戰 但反過來 其實是一個很優惠的 一個做法 我們都是這樣 對 其實當你有一個遊戲群 即是建立了出來之後 你一來買遊戲 可以有分配性 或者你買遊戲的方向 可能明確一點 甚至乎 你買完遊戲回來 會有人跟你玩 會知道哪些遊戲 買回來 大家口味會有機會開到 或有機會開不到 那你容易做這個篩選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 我覺得終極這個 我們這個遊戲的 hobby 其實是一個發展 健康的方向 這也是一個 非常值得大家 去嘗試的方向 希望這一集的勸勢 HAPPY很緊張 要拍了 差不多是時候 要再勸勸 可以大家不斷買 希望這一集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對於勸勢 有什麼事情是你自己體會的 歡迎在留言 留下 我們就可以繼續討論 這集 等一下 最後做一個預告 我們放在這裏 我們轉個頭 就會拍一集《長榜》 大家很喜歡看的放負系列 就會預告我們接下來 一集《長榜》 會是我們最後悔入的遊戲 或系列 不知多少 敬請期待 敬請期待 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集 以及期待我們接下來的《長榜》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 聊天遊戲 挑選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